台南国道3号关庙休息站最近有民众拍下 外头呢是架起了白色的帐篷 因为馆内正在整修 用餐作为区不够才临时架设 只是这个外形看起来就好像是灵堂 在里面吃饭让人感觉怪怪的 而另外呢在嘉义东石西兵道路 则是被网友拍下 路灯上的装置艺术很像是藏仪社用的花圈 开车经过让人瞬间清醒 白色帐篷摆放好几张桌子和椅子 民众坐着用餐 只是镜头拉远一看这诡异的氛围 怎么越看越像灵堂 是有像灵堂的感觉 因为又是白色的 它又搭这样 感官不太好吧 外国游客可能觉得还好 可是台湾本地的游客可能就觉得 那个感觉怪怪的 这里是台南关庙休息站 三顶白色帐篷一字排开 蓝色告示牌写着临时客席区 原来就是因为休息站里 正在整修 用餐区座位不够 这才临时架设 算过要在中红 在用哪里 要搭多久了 搭多久了 原本想好好休息 吃个饭越吃越忙 而在夹义东时 喜冰道路 则是有民众开车 看见这样的景象 一整排路灯上面的造型 不仅让人联想到 炙丧用的花圈 让人瞬间清醒 其他网友也开玩笑留言 是哪位角头怎么了吗 这么风光 晚上还会亮灯更庄严 看到会不会吓醒来 会吓到啊 会很庄严的感觉 有点害怕 路灯招牌原本想打观光用途 却意外让人歪楼 也算是另类成功 掀起讨论 记者综合报导